另外是同样最新的焦点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今天稍早北韩向东部发射尚未确认型号的弹道飞弹 韩联社也报道这是今年北韩的第17次发射弹道飞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是从平壤圣安区域 朝日本海发射了三枚的弹道飞弹 军方正在分析飞射的射程跟高度等参数 那几天前美国情报也显示北韩在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亚洲时 就在准备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因此南韩军方认为这次可能是真的试射了 那这不是是对北韩跟南韩的首脑峰会四天之后的武力示威 也被认为是针对南韩影席月新政府的第二次挑衅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